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借着来说 世上一道乐时在五根定根上 定根能舍心振足相应不散 昨天我们说了修道有振足双修 不仅仅是禁宗法门 任何一个法门 乃至于世间其他的宗教 甚至于世间法 都有主修的与作修的 我们现在一般讲选修的 有主修的有选修的 那什么叫定 我们这个心定在修学法门上 决定不轻易改变 对佛法 其如到一个相当深的程度 他才真正理解 佛所设定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我们决定一门之后 真正能做到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个定就有根 有根 它才能成长 才能够开花结果 自古以来 修学没有成就的人 最严重的毛病 就是没有定根 他心是浮动的 用现在的话说 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 看到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样样都喜欢 多方面的兴趣 于是 他的精力分散掉了 时间分散掉了 所谓是门门通 是门门松 都涉及到一些皮毛 都不能够扎根 因此 我们一定要懂得 广修多文 不是我们现在的阶段 经常常常劝导我们 广修多文 是对谁说的呢 对法身菩萨说的 那个时候应当广修多文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不可以 只能一门深处 一个门 也一法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 这一法 是尽忠 尤其是尽忠 持明念佛 这一法 这一法里头 要生起定根 实在不容易啊 为什么呢 四太简单了 人家不容易相信 离太深了 很不容易透彻理解 可是它的效果非常显著 你不认识自己人 真正能做到老实念 我们常常提起 这个这个地形老和尚 早年那个徒弟 咕噜酱 人家不认识字 没有念过书 什么都不会 老和尚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能老实念 换一句话说 他这个人了不起 老师传授这一句佛号 他是信尽念定会 武力具足 他相信老师的话 他不怀疑 老师叫他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就再念 这是精进 真的是二六十正念念不忘佛号 念力成就 一心专注 什么妄想都不夹杂 定力成就 所以人家能够在三年多就成功了 往生站着走 他是不是三年之后正好他寿命到了 我想决定不是 二是什么 功夫成就了 许许多多念佛人往生 不时寿命到了 功夫成就了 提前走了 向宋朝的迎口发死 阿弥陀佛告诉他 他还有十年养寿 他不要了 他说我现在就跟你去 那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 这就是自己还有寿命不要了 那么一般功夫到这个程度都会走 绝对不会留在这个世界 那留在这个世界呢只有一个条件 他还有度化众生的缘分 如果有度化众生的机缘 不可以走 如果没有这个机缘 立刻就走 佛菩萨视现在世间 注视时间长短 与自己毫无关系 是看化缘 就是教化众生的机缘 有缘就住 无缘就走 来去自由 一丝毫障碍都没有 我们自己修成了 一河如是 所以这个定非常非常重要 选择这个方法门 选定之后 决定不以后 一定要专注 你看最近从中国来了很多 这些团 有不少同修都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我们专念一句佛号 专受持一部无量寿金 能往生吗 好像怀疑着 这个怎么不够了 太少了 所以有些法师说这个不可以 应当要受持许许多多经论 都提出了问题 这个就是什么 你性力都没有啊 性根都没有啊 那怎么能成就呢 就关键在此地 那我们从以托经商读到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还要修 五根五粒切菩提芬八神道分 你才晓得这个科目的重要 那弥陀经商开出的科目 前面三科没有提到 四年初四正经四如一族 由此可止 前面三科 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一定要完成 没有前面三科 就没有根啊 你要知道 这个信经认定会这五种根 是从前面三科 那个基础上生的根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出来 全面同学 念出正情 神族 不能不重视啊 你要不重视的时候 你就没有根了 那么我们学佛的人 能也观察 许许多多 不仅是在家同修 出家同修 甚至于出家几十年了 听到外面一些东西 心还动摇 还犹疑不决 这是性根没有啊 我们提倡无量寿金 这个会计本 西游难逢啊 我们知道 确确确实实是大臣经典里头的第一经啊 这个会计本啊 那么最近 这一年年来 有不少人 有组织的 来反对 不少同修来跟我说 我告诉他们 他不是反对会计本 他是反对我这个人 我要不提倡这个会计本就没事啊 我提倡哪个本子 他就会反对哪个本子 他是对人 不是对那个事 这要搞清楚 对人 这是所谓是吧 树大招风嘛 惹的这些麻烦 确确实实 不少人呢 为这些谣言 生起疑惑了 信心动摇了 我绝对不会动摇的 我说整个世界上人都不相信 我一个人还相信 我绝对不会动摇的 我在这个金本上伸手立业了 我怎么会动摇的 而且这个本子老师亲自传给我的 我相信老师 我对老师有决定的信心 老师才肯把东西传给我 我们同学那么多 他为什么不传给别人 尊师众道啊 我没有别的能力 就是从小学了这么一点 对老师尊敬 对老师不怀疑 即使有怀疑的 我直接向老师请教 老师给我解释 我不会轻易被别人动摇 这是我的长处 我在过去在台中 亲近离禀南老居士 也曾经有过两三次 这种疑惑的问题 我想的请教 有些是对老师毁谤的 我想的请教 有一次是经论上的问题 他所说的 我没听到 从前没听过 我问他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还是经典里面有依据 他告诉我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经典上的 我们读经太少了 经过他指点出来 我们才晓得 字字句句 都是由今天做一句 决定不敢妄谈 所以我们对于老师的信心 就愈加建国 这个道业才能奠定一点基础 随我常说 这个是佛在经上 也经常劝导我们 亲近善知识 谁是我的善知识呢 我对他深信不疑 他说的话 我完全依教奉行 这个人就是我的善知识 我的善知识 未必是你的善知识 你的善知识 未必是他的善知识 善知识没有标准的 是个人对对方的信仰 从这里决定 所以我们在中国古迹里面看到 你看这个五灯会员 中门的 教下的也不例外 学人去参访 一位善知识 那么借鉴谈了之后 这个法师很可能就跟他说 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 你到某个地方去 你去亲近某一个人 你的语言在哪里 他有这种本思 有这种能力 为什么说 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 在某人呢 其实中国文字记载简单 我们想想当中 谈话哪里就谈那么几句话 至少接见 也会有一两个小时 谈话内容很多 一定是 那这寒暄起来 一定问问你 你是哪里人 你多大年岁 你什么时候学佛的 你过去看过什么东西 对于当代善知识 你最敬仰佩服的是哪个人 他的意思说出来 他最敬仰最佩服的 那个人跟你有缘 你到哪去 不是有神通 就是说你心目当中最佩服 最敬仰的 你跟那个人学 你一定有成就 为什么 他说的话 你百分之百的服从 如果不是最敬仰的 这个老师说同样的话 你对他打折扣 你不能完全相信 所以你就不能成就 我们懂这个道理 善知识没有一定的因素 在此 我们要追随的 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圣人 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 他说的话 我都能做到 甚至于他自己做不到 这个情形很多 所以古人讲 清除越懒 而甚越懒 老师讲的没有错 老师没有做到 学生做到了 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 中国古语常说 有状元的学生 没有听说有状元的老师 状元的学生 往往是个秀才 穷秀才 他为什么教出了 学生能中状元 自己一生做穷秀才呢 他所说的没有做到 学生跟他学的都能做到 所以学生成就超过老师 这个事情古今中外太多太多了 天一台大师说得尤其好 能说不能行 过之思业 他说得一点不错 他自己没做到 死老师 好老师 能说又能行 过之薄也 那是非常稀有的 天一台大师 这两句话 说得好 我们要知道 行比什么都重要 不但能说 而且能行 我们存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是个悲惨的时代 我们冷静观察这个社会 社会大众想些什么 说些什么 做的是什么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贪嗔痴漫 这还得了吗 这个现象 现在是加速度的 在增长 加速度的 在扩张 那后果是什么 一般宗教里面讲的 世界末日 这是一点迷信都没有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真是无量界来修的 这个善根福德因缘 我们在这个时代 能遇到正法 只要我们建立五根 我们这一生当中 不会遭难 大劫难来的时候 我们往生进土 随时可以去 肯定去得了 神留在这个世界 只为一种事情 住持正法 什么叫住持正法呢 依照正法修行 我活一天 我修一天 这叫住持正法 弘扬正法 弘扬正法是教化众生 我们住持也是弘扬 住持什么 是做出榜样给别人看 至于做到的 做到就是 断一切悟 行一切善 善悟的标准 总的来说 就是一 食善一道 服务给我们讲 这部经 这部经很重要 字字句句 都要把它变成 我们自己的思想 隐形 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我们的存心 没有别的 正道 念念不忘 阿弥陀佛 念念不忘 西方 义正庄严 这是我们正道 做到念念不忘 苦难众生 我们要为苦难众生 做出一个好榜样 要做出来给他看 帮助他们 觉悟 这个做法 具有五量功德 往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佛会 上修 那个地方都是 住上善人 聚会 上善 决定是 佛会 圆满 具足 我们做榜样 给别人看 教化一切大众 这是福 福德这一边 一心称念 阿弥陀佛 是定慧这一边 有福 有定 有慧 这才能成就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